衛生局人員在8月8號當天 帶回這款Sonoma綜合甘露檢驗 17號結果出爐好事多又出包 在邊境被驗出含有還養已晚0.2ppm 這一批產品在邊境就會被立即推運或消費 高雄市衛生局8號當天 以進行好事多預防性下架 抽菸4件不同批次甘露 17號結果發現一件還養已晚殘留0.2ppm 標準為不得檢出 這批不合格的甘露綜合包 效期到今年10月19號 進貨2000多包 已經售出94包 侯市多不但要全面回收 衛生局也將一 食安法開罰 台主新台幣6萬元以上 2億元以下罰款 並列好事多公司 主動通知消費者辦理回收作業 如果民眾長久接觸到還養已晚的話 就擔心會增加白血病 還有淋巴癌的風險 毒專家解釋 環養已晚是世衛組織公告的一級致癌物 長久接觸會破壞神經系統 離癌風險大增 在國外可用於薰蒸殺菌的農藥 至於為何出現在甘露中 可能是原料受污染 北市衛生局和消保官也在18號 兵分兩路到好事多內湖店及北投店 稽查加上已經全數清空 但內湖店在5月20號進貨380包 賣出222包下架158包北投店 在5月20號進貨120包已經全數售出 兩間店合計有342包流入市面 會再由業者進行墜毀通知 好事多目前針對甘露農藥殘留發出聲明 表示會電話通知會員召回商品 除了全額退費也會再提供等價 為問金補償 只是好事多食安風暴 一波接著一波也重創消費者信心 第一首正好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淨善淨美 淨好新聞